晨光小雨陪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前半段 一直到第二十五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要一同的来看到 当传福音的人不够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当传福音的人手不足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耶稣在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 就设立了七十个人 就是七十个门徒 拆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在这段简短的第一节里面 我们就看到耶稣 他拆派了七十个人出去 然后两个两个把他们拆派出去 在他的前面先出去为他预备道路 所以传福音呢 我们在地上传福音 就是为我们的主预备道路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呢 很有策略性的 是两个两个把他们拆派出去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当传福音的时候 当服事的时候 当我们走属灵的历程的时候 真的是要有伴 一个人就有时候比较孤单 两个人的话 彼此的带导互相的支持 然后可以鼓励 所以这样子呢 才比较有力量 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单枪匹马 两个两个的一起来服事 一起来传福音 然后呢 接下来在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在这地方我们就看到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 许多的人心啊 已经预备好 要来归主了 他们的心已经成熟 要能够被收割的 但是呢 就是做工的人不够啊 传福音的人手不足了 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耶稣就讲到说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也就是我们要祷告 要祷告 让更多的人 能够来与主同工啦 能够做主的工人 来去收庄稼 其实能够去收庄稼 那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啦 因为能够有收割的喜乐 那我们可以跟庄稼的主 一同的来欢庆 这个收割的喜乐 但是呢 这个都需要祷告 这样子才会有足够的工人出来 那为什么要我们祷告 神才会打发工人呢 神是要我们与他同工的 所以呢 我们在跟神同工的时候 首先就是要祷告 不止我们自己要出去 要来收庄稼 要来传福音 我们同时也要跟神祷告说 主啊 你差派更多的工人出来 让我们一同能够去传福音 然后接下来 耶稣差他们出去讲到说 你们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所以传福音啊 好像是非常危险的 羊羔进入狼群 难道还有活路吗 听起来是非常危险的 也的确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是有很多的属灵征战 撒旦魔鬼邪灵呢 想尽各样的方法 要来拦阻我们服事神 来抵挡神的工作 但是呢 我们看结果是如何呢 门徒有没有被这些狼撕裂吞吃呢 我们待会儿在第18、49节 就会看到了 所以虽然会有许多的属灵征战 但是呢 我们需要惧怕吗 当然 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的确是有他的征战 跟抵挡的拦阻 我们不要太过于无知 或者是天真 我们要预备好 装备好自己 才不会进入狼群的时候 就被吞吃了 耶稣讲说 我们要寻粮像鸽子 也要灵巧像蛇 这样子才能够躲过仇敌的试探跟攻击了 然后呢 就讲到说 你不需要带钱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血 然后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然后要他们不要担心这些要吃的用的 要穿的 因为神在路上也会为他们来预备 透过这些接待他的人来预备了 然后接着就讲到说 他们到城里面 到各个地方去 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讲到第九节说 要医治病人 然后要传福音说 神的果临近你们了 这就是耶稣跟施洗约翰 所传的福音 就是神的果已经近了 你们要悔改 要信福音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所传的福音 都是一脉相传 是天国的福音了 是要人悔改的福音 所以呢 我们传福音呢 就是要把天国带到人的当中 然后呢 让他们能够进到天国里面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神的果就靠近他们了 邀请他们能够进到神的果里面了 然后就接下来讲到 就是说 当这些七十个人 三十五个队伍 回来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跟耶稣讲的呢 他们是不是哀哀愁愁的 或者是很被打败的样子呢 在十七节讲到说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的回来 他们居然是非常欢喜的 每一个人都很欢喜 为什么呢 他说啊 主啊 因为你的名啊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也就是他们奉耶稣的名 斥责鬼 鬼就离开他们了 所以奉耶稣的名啊 这鬼就要服这个权柄 那这门徒呢 就能够亨通了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 其实他们并没有被狼群所吞吃 没有被撒旦魔鬼所击败 而是能够用耶稣名字的权柄 圣了撒旦魔鬼黑暗权势 所以不要担心 这个神猜票 我们好像进入狼群 非常的危险 其实呢 我们有权柄 耶稣名的权柄 能够胜过黑暗的权势了 耶稣就继续跟他们讲说啊 我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也就是说 当这七十个门徒 他们去传道 他们去奉耶稣的名赶鬼 医病的时候呢 撒旦就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所以门徒他们战胜了撒旦魔鬼 而且耶稣说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指的当然就是魔鬼邪灵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 哇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 感谢主 主的保护是大的 主的保护是完全的 我们要凭信心来使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 来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 我们传福音要靠主来得胜 但是耶稣最后也讲到说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所以还有更欢喜的事情 不是得胜而已 更重要的是你别忘了 你们自己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了 所以我们感谢主 就看到这些门徒呢 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了 这个是可喜可乐的事情啊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反复的几次都讲到欢喜 欢乐 这个欢欢喜喜 所以真是我们去传福音 收割 这是一个欢喜的时刻 我们欢喜与主同工 能够与主一同的来收割 而且呢 我们的神也是大大的欢喜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些事呢 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他讲到说啊 这些呢 聪明通达的人啊 反而是不能够明白 婴孩就能够得启示 为什么呢 他指的就是这些事 属灵的事情 属灵的事情 在地上通达的人啊 他们只是善于思考地上的思维 是地上的事情 他们反而对属灵的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求地上的聪明通达 我们要求的是属灵的智慧 当然在地上 我们要求圣灵的带领 让我们能够灵巧 能够分辨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 与主同工的喜乐 与主同工的得胜跟平安 阿们 我们下期待